反之的話呢 再輸入資料 所以這裡怎麼做 這個有點難 但是 掌握要訣了 這個前面好像有做過 類似的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1 游標一樣放在 A3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這個做好計算了 2 把等號以後的公式減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等一下只要貼回去就好了 貼幾次呢 貼三次就可以了 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插入函數 先用邏輯 邏輯裡面一幅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兩種 所以在前面這邊點一下 用 其他函數裡一樣是邏輯 第一個邏輯貼上 因為剛剛不是公式 把剛剛剪下的東西貼回去 給後面加上什麼 小於 1 再貼一次 再貼 大於 什麼呢 L3 所以選一下L3 按 一下F4 把它記得喔 鎖起來對不對 那未來當然如果你要第四第五地方 一直貼貼貼貼貼 看幾種判斷 按確定之後 但公式還沒完成 所以按確定 回到if的地方喔 好記得喔 再按下插入函數 他就會幫我把 剛剛的這兩個邏輯 其實主要是怎麼樣 偶爾在外面 刮鬍在這裡 然後 這個是貼的 邏輯在這裡 關鍵在 中間加個逗點 第二個也是貼的 第二個邏輯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他的邏輯 是這樣 只是說你將來如果要自己全部從 頭到尾打完喔 正確的話 太難了 乾脆用貼的比較快 所以通常呢 我會分兩階段來做 先做完一次再貼回來 那如果微觸的時候記得喔 給他什麼 雙引號就可以 反之的話呢 再貼一次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貼一次 兩次 三次 很多其實複雜的公式喔 都不可能一次做完 通常會分兩次到三次 那我們這個是分兩次 來做啦 OK確定 空的 向右 向下 沒有問題 有沒有 他小於一 以前的 就會變成空字串 大於31以後的 也會變什麼 空字串 那正常的在這裡 OK所以 應該懂那個 我們剛剛的做法吧 只是說這麼一長串啊 你不要被一長串給嚇到 他基本上就是拆成好幾個部分 就可以完成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因為這個地方 公式比較 融長了 所以 我已經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大家如果 等一下你試試看喔 如果做不出來可以比對這邊 或者是說把這個公式 Ctrl C Ctrl V 就OK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